台北市103年成立全国第一个性别平等办公室 今年市府更积极与企业民间团体 透过公司协力关注多元平等与共融的性别议题 也推动许多性别平等政策 涵盖生活教育就业公共参与等 建立多元共融的社会氛围 今年适逢性贫办公室成立十周年举办活动 表达许多单位在社会公益与职场性别平等领域 努力的感谢 其实在2014年3月7号台北市我们成立全国第一个性别办公室 我们率全国之先也创造很多第一 在这里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市府同仁 特别我们性别平等办公室的性别委员 大家给予我们非常多的建议协助以及大力支持 才能走过这十年有许多具体的成果 一直以来台北市我们算数过之前推动很多的政策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各个局处其实都有性贫友善的政策 上个星期六我也跟同仁参加在台北市每年举办的同志大游戏 也到我们新平办社的摊位 在我们产物市集当中也深受许多民众的喜爱 现场我也要谢谢同仁很用心的宣导很多新平的理念 其实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希望能够消除因为性别所带来的任何歧视和不平等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不同特性 所以台北市我们不管是在去年七月面对任何的性骚事件 我们成立了性骚专线就是让每一位受害者不再是一个我们可以全力的协助救助 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投入并且参与联合妇女机会委员会 让国际看到台北推动性贫的各项具体成果 同时我们也推动很多包括刚刚看到各局处连环保局 大家已经想到我们推动台北市诠释性别友善的功课 我想这些都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 我在上星期六也到我们的性贫办的摊位卸上 Love who you love be who you are 爱你所爱做自己 我们希望让这样的理念传递到各个角落 同时当天我也感受到很深刻 我们台北市政府不只是升起彩虹旗 现在有很多外国朋友特别飞到台北参加我们的同时游戏 有来自美国欧洲 当然也有来自日本 还有包括东南亚印尼 泰国等许多的国际友人 一起前来共产盛举 他们看到我们台北市政府升起彩虹旗 有的外国友人告诉我说他们很羡慕 他们也很感谢 当我们知道政府是市长的时候 都顺及到我们的谢谢台北市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重新推动的性贫政策 做的努力 所以这是一条 永不停止的道路 身为台北市的大家长 我也会持续的守护大家的权益 守护这样的理念跟价值 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持续给我们建议 一起参与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希望能够持续 迈向下一个十年 甚至持续的永续下去 那最后我也跟大家分享 上个月我当美国 在哈佛有一场演讲 在介绍台北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台北市 我们推动性贫政策各方面的成果 特别台湾当2017年 成为亚洲第一个推动 这个会议平权的法案 但台北市我们在2003年 就举办了同事游戏 现场所有的美国朋友 年轻朋友 学生 他们都非常的惊艳 也再一次对台北市 有更深的认识 感到骄傲 所以再一次的谢谢大家 十年有成 我们继续努力 这一条路会持续走下去 活动回顾十年 性别平等亮点政策外 市府也邀请许多民间团体 与企业在市府大厅涉摊 透过互动环节 增进市民对女性权益保障 性别平等议题的历史与心知了解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右手边